就在昨天8月27日啊 郑清文在2024美网女单首轮比赛当中 连续打出了A子球 战胜阿尼西莫娃进行了第二轮 随后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感谢所有的中国球迷 谢谢你们的支持 一如既往呢 郑清文呢打得好情商高三观症 但就是已经经历过 巴黎奥运会的种种不容易 以及被美国选手区别对待 还有很多人帮着郑清文声讨之后啊 这次在美网 郑清文以优秀的表现 再次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等来的也只有美国选手 阿曼拿阿尼西莫娃的冷漠 外网网友都看不下去了 说这握手也太冷漠了吧 阿尼西莫娃能不能成熟点啊 网友凯文说 郑清文已经对他的对手来说 是危险人物了 他很强 当然了外网还是有很多人 在支持郑清文的 他们说女王正晋级吧 爱他 他很有礼貌 我能看到他过去两年的巨大进步 他更强了也更成熟了 祝他在美网好运 虽然有很多的正义网友啊 但是我还是会忍不住 被那些恶语相向影响到 除了外国运动员 不断的对我们中国运动员的 冷漠和区别对待 还有我们网络上一些网友 是阴阳怪气的 说郑清文是为了自己打比赛 我就觉得好多人啊 真的很狭隘 人家郑清文呢 一直在公开场合 说要为国争光 一枚奥运金牌 难道还不够吗 是不是那些阴阳怪气的人 有几个能做到他的成就啊 而那些欧美选手呢 看不得郑清文的优秀 在台下搞那些小动作 说人家郑清文的坏话 又什么在更衣室不友好的 这个那个的 一些跟比赛本身毫无关系的事情 输不起就说输不起呗 还要利用一些外国观众 对我们中国人的偏见 来达到支持自己的目的 这已经不是狭隘了 这就是坏啊 这让我想到了 最近我们一直在聊的 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 明明是优秀的 在全世界都出圈了 可就是有些人看不惯啊 国内外网络上1450大量抹黑 甚至到了有人策划 攻击游戏平台的程度 我昨天呢 只是做了几视频 稍微的分析 猜测了一下是谁干的 就让一些人听客房了 这一顿给我操作 好了市民停止推荐了 他们的目的也达到了 好笑的是 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啊 跟着一起瞎气哄 懂游戏的不懂游戏的 一顿喊口号 这个游戏好不好 不是你说的 不是我说的 玩家说了算 游戏有没有在全世界范围内 达到宣传中国文化的目的 有没有带动科技领域的发展 这些也不是1450说了算的 拿事实说话 让时间证明 可惜的是有些网友被带的是云里雾里的 最近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 听说某正能量大V被抓了 理由是曾以正能量为由 向企业索要利益 到了今天网络上 还有很多网友在支持 还有人继续效仿呢 据说已经有人去打架某企业了 真有问题呢 咱们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但要是觉得这个正能量 带动流量的路子 大家都去这么弄的话 前不久的车行法甲事件 如云绕梁 好像还没结束呢吧 到底谁是真正的正能量 谁是疯狂的输出 情绪价值炒高热度 我真的不敢说了 难道我不怕得罪人吗 最近网络上出现了 大量带医疗话题节奏的人 其中也不乏专家 学者 教授之类的 专业修养人家是真的很高 但是对于已经实行了 免费医疗的国外的真实情况 以及原因 他们真的了解的够透彻吗 或者是揣着明白当糊涂 自己心知肚明 只是想让大家不明真相 一起共情 懂的人都懂吧 实话说呀 最近我们自媒体博主 尤其是专门做内容输出的 遇到了很大的困境 面对不断减少的收益 很多人开始打推堂股 开始向其他的方式 转变以坚持下去 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做自媒体嘛 在道不同方式不同 有人是做内容输出的 有人是做直播的 各有分工 而在主题上呢 选择做我这种主题的 就是要每天面临 被人攻击的情况 这难以避免 除了那些站在我们 对立面的公知1450 现在还有我们 同一个队伍里的人啊 开始对我这样的博主 挑毛剪刺了 坤姐自认为 从做自媒体到现在 是少有的坚持内容输出的博主 每天我花大量的时间做视频 比很多人想象的时间还要多 我可以接受别人的批评 我不是什么明星 我也会犯错 我就是个普通人 从做自媒体至今 我从没有搞过什么饭钱 或者私下耗着过大家 对我搞什么个人崇拜 甚至在各大平台啊 我连什么专属的会员什么的 我都不好意思去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更希望大家 可以专注于我的视频内容 专注于我输出的知识 或者有效的观点 我知道博主之间互相辩论 是一个有热度的方式 但是我对此没有什么兴趣 这不表示我不知道 网络上一些人 对我的指责或者质疑 也不表示 我完全不会受到那些的影响 事实上当我看到 也是被分为正能量的人 对我的一些不那么好的评价 我还是百感交集的 如今我们的舆论环境 是什么情况 我相信一直在网络上的朋友 是看在眼里的 我做视频坚持自己创作 自己运行困结闯江湖这个账号 三年零八个月 有多么难老粉丝 是看在眼里的 我不想把我自己捧得有多高 因为我觉得 比我优秀的人还有很多 但是在做自媒体创作这件事上 我可以拍着胸脯说 如果没有一点信念 是绝不可能坚持到这个份上的 风雨无阻每天坚持做一件事 还要顶着这么多 好人坏人的批评谩骂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不是没有对我们网络上的 一些很正直的博主的一些做法 有过不认同 但是如果整体上立场没有什么问题 我就坚持求同存异了 因为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做这个领域的话题 如今我们最大的敌人 不是我们这个队伍里的人 而是那些公知反贼1450 是那些在网络上带节奏 贩卖焦虑 负面情绪 质疑公信力的人 是那些在外网上抹黑 我们祖国的外媒等等 不管是谁在网上发视频 对我指责一番 给点赞的人里边有多少是恨国的 是非常讨厌我的 这个还用我多说吗 爱我的人很多 但是恨我的人也有很多 毕竟我每天滔滔不绝 这么多的内容输出 这样很多人想反驳的人呢 也不太好反驳 如果有人带头说一句 对我的不好不对 他们简直高兴死了 帮着点赞啊 还有我认为啊 在所有都是爱我的粉丝当中 我们尽量就不要搞什么分化了 团结就是力量 这话在舆论场上 是多么的重要啊 其实对我的质疑呢 这些年也一直都没有停过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人出来喊一声 这个女的在国外 她有什么资格说爱国 那都是假的 就是为了流量 为了圈钱 我可以轻易的拿出很多 在海外无比爱国的 华人华侨 中国人举例子 那些身体力行 用实际行动爱祖国的人 不知道比在我们国内的那些 网络上带节奏的键盘 想好多二倍呢 但是我说的再多 有些人就是狭隘的 想要搞区分 我也没有办法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就够了 想当初我决定做自媒体 还是做这个题材的时候 我周围的亲戚朋友 没有人支持我 他们都认为 我在做一件 不可能成功的事情 他们说 你在国外应该跟那些 在外网上做的成功的公知 反罪博主一样 唱衰才能够获得成功 才能赚大钱 你这样做 只能是猪八戒 赵京的里外不是人 在国外的人骂你 在国内的人也骂你 事实上 在我做自媒体的第一年 第二年里边 我可以说做的很失败 而我在国外的一些华人朋友 也都离我而去 因为过去 我们不讨论立场这些话题 在看我的视频之后 他们都认为 没有继续再做朋友的必要了 而我也认同 道不同不相为谋 同时呢 我在外网被搬成了 水军大量的攻击 导致那时候我不得不放弃 大量的时间 我都面临着每天的努力 付诸东流 我们的网络上 对我的骂声 也从来都没有停过 他们说我是吃爱国饭 说我是假的 是装的爱国 就在这样的争议声中 我做到了现在 当我做到了 全网200多万粉丝的程度 我依然面临着 被针对被限流 每天有多少人 等着看我犯错 每天后台有多少人来骂 很多人可能都想象不到的 曾经还有现在 我都跟自己的家人朋友说 你们没必要看我的视频 更不要来看我直播 因为你们关心我 爱我 你们看了那些评论 我怕你们受不了 外网的水军更夸张 他们尺度大的问候 我的家人 我的器官 我摇摇牙签持就过去了 给我家里老人气得不行 这是何必呢 这期视频就当是聊天发牢骚了 但是我觉得有些话 该说也得说 否则真有人觉得 我占了多大便宜 别的我不敢说 但是格局咱还是有的 我的视频水平如何 也不是拿粉丝数 观看量衡量的 我相信还是有人 看得出来我的付出 还有就是昆姐的水平如何 来直播间听几次 你就知道这些视频 是不是我自己做的了 一般我不喜欢那么高调 你懂的 我是不是一个很好 被烹瓷被炒作一下的人呢 我可以明确的说 昆姐聪明着呢 网络上哪个人在干什么 是人是给我一清二楚 那些针对我的人 是谁在说什么 什么目的我也都心里有数 只不过呢 很多时候 我不想花时间 在一些无意义的事情上 从此之中 我的兴趣都在做视频内容输出上 起起伏伏这几年的时间 我一直在坚持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真的热爱 热爱我在做的事情 也热爱我的祖国 我们平时常说不忘初心 但大家其实都在忘记 每次我遇到挫折 被骂得很难受 或者视频被下架 或者没流量的时候 我都会停下来 静下心来提醒我自己 还记得2020年底 我为什么鼓足勇气 决定真人出镜作词媒体 还是这样的题材吗 哦 因为我看不下去 外媒对我们中国的抹黑 那做之前 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艰难和风险呢 也是有的 所以在不断提醒我自己之后 我发现我的初心 其实还在 那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 我有很多粉丝呢 是几年前就关注我的 很感谢大家 那天我看到有人家粉丝群嘛 可以显示出来 已经关注我 有一千多天的时间了 我真的很感动 还有在不同的网站上 每次等我坚持不下去 就会给我发私信 鼓励我的那些粉丝们 谢谢你们 不管是郑清文等 我们中国优秀的运动员 还是像黑神话悟空 这样我们国产优质的游戏 还有我们不断取得突破的 科技航天等领域 每一次我们都见证了 历史性的突破 但是越是在做 有突破的事情 越是有人会看咱们不顺眼 我知道我自己做个自媒体 无法与这些大事大人物相比 但是打心里 我也想给很多 在看视频的朋友们鼓鼓劲 坚持做好一件事 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每个人都是这样 做的不好会被人鄙视 做的好了 又会被人嫉妒和排挤 这就是定律吧 但是我们祖国的发展 是势不可挡的 我们的舆论环境 也是需要有人去维护的 在专业的层面 有人在做专业的事 在我们普通人的层面 不表示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是不是也应该有人 坚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给大家带来有效的科普 质地有生的内容输出 不管坤姐做的够不够好 能坚持多久 都需要有像坤姐这样的人 在我们国内外的互联网上 把这件事坚持做下去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的理解与支持 我会继续加油的 最后也希望心里边 还对咱们祖国有微词的人 有动摇的人呢 能够继续地关注坤姐 我将用我的实际行动 用真正的有内容的视频 提升我们国人的民族自信 一开始可能有很多人 看不下去我这些视频 内容毕竟也很多 但是等你看下去了 相信我一定会有收获的 我们就是要用信息量 用事实根据 让更多人心悦诚服的改变 被公知带偏的观念 相信水滴石川 相信事在人为